给我看一下 给我看一下 好好看啊 是吧 我跟你说 我就为了拍照好看才能打 孟总好 你们投研部又过来报小蓝 是 进来吧 孟总 我已经跟孟总约好了 孟总 孟总什么时候成你们投研部的专属财务了 这事怎么没有人通知我呀 孟总早 孟总 你们怎么在这儿站着 孟总 给你买了咖啡 季宇 你给他们投研部施了什么魔法 我请他们进去喝茶都请不动了 就眼巴巴地盼着你来 孟总你稍等啊 你们俩把东西给你 发票贴成这样 孟总你看看 他们就是欺负我脾气好 等他们一走 这发票我都得重新撕下来要贴的 你们俩先回去吧 有事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那孟总我们先回去了 你领着财务部的薪水 不是让你在有限的时间内 去给投研部贴发票的 他们贴不好让他们拿回去重新贴啊 还有我告诉你啊 上个季度他们的开销已经被走步过问了 这个季度得掐紧一点 你让我关紧水龙头 我一定不私下放手 发票拿给我看看 我们分一下 袁瑞郎 袁瑞郎以后的发票 让他们直接拿给我 方玉冰最近出差也挺多的 孟总 方玉冰的发票你给我吧 为什么 方玉冰是袁瑞郎的人 你要了袁瑞郎的发票 就把方玉冰的给我 这样也显得我们财务部公平公正 没有单独针对谁 你说得对 这些单子都分一下 照顾列个名单 来 孟总 你的咖啡 谢了 你不是要买项链吗 款式忘了吗 行 我看看 你看看啊 那 现货就这几款了 你要哪一款 我要左边数第二条 幸运的 这款啊 麻烦这款 好的 来 你这就准备回程了 看怎么样 苏浩是块难堪的骨头 不过我已经搞定了 你这就嘚瑟上了 我势在必得啊 你这次得帮我个忙 不是吧大哥 财务部不是我家开的 我帮不了你 你一定得帮我这个忙 你少给我扣帽子啊 我没这能的 我跟你说 孟威已经要开始 对你们头颜不开刀了 今天 她让我把原味两个报销单 全都拿给她 还好我机灵 把你的拦下来了 我就搞不懂了 我们花荣顶的钱 就搞得跟割塌肉似的 反正我该跟你说的也都说了 自己好自卑知道 别呀 我这儿有笔钱 你必须得帮我解决了 你 你又擅自花什么钱了 苏浩的保时费 什么 什么费 苏浩的保时费 哈喽 那您好 先生您的项链 好 您借一下 买单吧 好 您借一下 买单吧 给女朋友买礼物啊 把人抛腿的 给女朋友买礼物啊 شي可那个 你怎么不接受人家 你怎么不猜是我追求人家呢 直觉咯 你是不是没谈和恋爱啊 你一个老板 一个经济学家 能不能不要这么八卦 被我猜中了 跟你聊点正事 我以奥普大公司合伙人的身份 跟你谈谈 我一个人的一位 你怎么样 你谈了 比赛 你这个网络 你怎么回事 今天这儿怎么样 你们资本家就是喜欢贤轻雅致 你不喜欢这儿 所以我就是我们金融民工 贤轻雅致是奢侈品 太消磨斗鱼 所以啊 我强烈地怀疑 你把我带到这个事外导演 是怀着巨大的影响 还以为你不喜欢这儿 原来是变着方法夸这里好啊 我只是站在基层的打工者立场 满怀讽刺地赞美你们资本家 请吧 随便看看 马克夏佳 一个出生在俄罗斯的犹太人 立体派 印象派 抽象表现主义 你也有这种画 方总今天也喜欢当代艺术品啊 比起苏总的贤轻雅致 我这还处于原始积累阶段 你要是对这类画感兴趣 我可以介绍一个不错的画廊经纪给你 那还得靠你们这些老板多多栽培啊 您太谦虚了 你现在每天手上过的都是商议的钱 二级市场做投资 分分钟都几百上千万人 那都是投资员的钱 又不是我的钱 你这话说得有奇异 金主的钱你就敢乱花 你老板在你敢这么说吗 所以我只跟你说了 我又不是你老板 就因为你不是我的老板 所以我才敢跟你说 那你觉得 我有可能成为你老板吗 开个玩笑 来看看我的游泳车 资本家的贤轻雅致 是 果然是好 但是我心里有个疑惑 所以没办法欣赏 我不明白 你今天叫我来 难道不是谈聚能武权的问题吗 跟我合作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想挖我 想挖你的不是澳纳公司 是我在国内的一间叫W的公司 公司名字你可能没听过 但是背后的投资人很有实力 这是一些基础信息 你可以简单看一下 本想到你 你还能找到这样的人 我手里的客户资源 不比你们熔顶资本的级别低 谢谢 速度 我之前是不是对你太失敬了 你用八块腹肌的小鲜肉羞辱过我 我明确地告诉你 我需要的不是八块腹肌 而是你大脑的千沟万河 为什么是我呢 我只是整个陆家嘴 金融民工的千沟之一啊 投资这行 信息量太杂太大 一不小心处处失坑 每个人都说自己不差钱 有内幕消息有关系 能从真正海量的信息里面 去寻找到机会 已经是相当卓越的才华 巨能这个回马枪 你杀得漂亮 感谢苏总的赞美 其实我还有个疑问 想请苏总给我指点一二 你说 邵雍这个人我接触过 不比苏侯好可 我想知道苏总是如何说服他 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股票卖给你 这是我要跟你合作的 第二个理由 什么意思 据我所知 你手里也有 邵雍内线交易的证据 可是你没拿这个 作为交易的砝码 为什么 其实我每天面对的有很多 会把人逼得很丑恶的一面 我不是说自己有多高尚啊 我这个人爱面子 但是我不想吃相太难看 这个行业里吃相难看的人 太多了 也包括我 你用了最快捷经济的办法 可能从你的角度来说 是干净利落 你不认可这种做法 对 我不认可 或者说 应该换一种说法 不是吃相太难看了 你用别人的污点 去威胁他人跟你做交易 我觉得 这可能更是一种 懒惰 因为这太好用了 太方便了 所以你不愿意去想更难的办法 我今天算是得到了人生当中 最负面的一次评价 吃相难看还懒惰 实话实说 我并不是要 故意人生攻击你 你现在知道我如何拿下邵雍 我猜一猜 接下来你会拒绝我 对不起 苏总 我不认可你拿下邵雍的手段 我觉得我们俩的价值观 还有处置方式相差太大了 如果是合作起来的话 肯定会很不愉快 你不问问我提供你什么 我还是不问了 免得我到时候后悔 我本来是想把你想要的年薪填上去的 还好你在拿出支票之前 我夸下了海口 感谢苏总对我的赞美 可是我是有自己的实业规划 还有做人原则 其实除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荣鼎的袁瑞朗袁总 是他带我入的这行 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所以我得补偿他 很羡慕老袁 看来这场面试失败了 不是我吵了你 而是你吵掉了我 吵掉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老板 知道你刚才拒绝掉什么了 如果跟我合作 这个地方一年 你至少可以来度假一个月 感谢苏总的赞美 不过我这个人 不叫玛丽苏方玉冰 所以没这个命 也不想有这个命 玛丽苏是什么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被你这种霸道总裁看上 一步登天的那种 童话故事 你真的相信天上会掉下鲜饼 天上当然不会掉鲜饼 上天给你的每一个礼物 其实在暗中 都已经标好了价格 我的钱没有那么好赚的 跟我苏静干活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多谢苏总的欣赏 但是我这个人呢 太笨了 做不了火箭 对了 苏总 你之前不是说我焦虑 我承认我焦虑 但就是因为焦虑 所以我这个人 一直跟着我的初心 一步一个脚印 这样走我心里才踏实 感谢苏总今天的邀请 书总 蘇总 走 没事吧 我说你不是游泳 还弄得泳池干嘛 苏总 苏总 不是吧 你又玩我啊 我以前当过PIDA的教练 你这个样子一看就不知道什么对人来呼吸 来 你不是说我是霸道总裁吗 我不霸道一回 你不是说我是霸道总裁吗 你不要霸道一回 你不是辜负了你的美意 你这么多 以后肯定没人要 没人要是吧 小资产阶级的局限 阿贝 走了 我来 苏季 你从来没被人拒绝吗 我想知道你被人拒绝 什么感觉 我最大的毛病啊 就是喜欢知难而上 方玉冰见走偏锋 出人意料 手里明明有邵雍的证据 他却不用了 这种幼稚的打法 我第一次遇到 不过也因为这样 我们顺利地拿下了邵雍 苏昊也被方玉冰劝退了 苏昊在谈判过程当中 确实是拿到了 比我们想象要高的钱 不过我们的目的是达到 他这仗打得挺漂亮的 这单我买了 不过这小的资历太险 没吃过大亏 方玉冰这篇算翻过去了 现在苏昊马上要回去 爸爸又为了这种状态 我要全身心留下来 做W这个公司 奥纳那边 要不然你交接一下 我来帮我吧 苏姬 你真想插手家的事 有些事情你要知道 开工没有回头见 如果你真的插手 江州集团的事 以后想撒手 可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我让你回来帮我 我很清楚知道 我要什么 我希望你也一样 有些事情 房门一旦被打开 接下来就很难控制了 苏姬 你我生活在有理有劫持的世界里 这样不好吗 对于我们来说 你的情绪稳定 比什么都重要 我就是想挑战一下我自己 你永远不要挑战人性 别忘了 明明是你的父亲 我就是想看 我走了那么长时间 回来还能不能做到冷酷无情 对他公事公办 你做不到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三年前 你悄悄地投资了江州的一家医院 你父亲就是那时候病的对吧 你怎么不想想 我是为了探听更多的消息呢 你别嘴硬了 在你心里 宁愿想着他 爱着他 保护他 行了 行了 对不起 又收到你痛楚了 他也有对我好的时候 如果你要想清楚了 就告诉我 我一定帮你 我从中好 来 好好香港的事情 已经都处理完了 明天就回上海了 其实这是吧 不处理开了 老苏 你不要怪他 像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 好好算节约的喽 你就别帮他说话了 他做的事啊 不是你几句话就能打发的 让我把粥喝完 等他回来 让他自己说 你给我打杯水 我明天到上海 医院病房见 我来呢 我去哪儿 好 怎么样 最近 老师梦定我十六岁的时候 一个人拖着行李箱 一直走一直走 走不到尽头 周围都有些什么 白雾 一片一片的白雾 是一个 对你很重要的人吗 我爸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你跟你爸的关系很疏远 不是疏远 严格来说 我们十五年没见过面 他突然来找我 他来找你什么事 让我帮他一个忙 什么忙 能帮我开点药吗 我睡不到两个小时就要起了 最近太忙 我需要安稳无梦的睡眠 宋小姐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需要休息 我记得你已经 五年没有休假了吧 我一年有二十五个带薪假期 一年应该是我不休假的第六年 你说老板是不是应该 他会开个奖杯 你心里有困惑 不如好好休假 好好想想 把节奏放慢一些 越是有困惑 越不能休假 人写下来的时候 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 我可以给你开药 但是你跟你爸之间的问题 不要逃避 也不要顾着己见 周医生 在香港 只有一件事情值得执着 就是赚钱 我来得及吗 那是上次后有什么女的 对 来一批生的女的 对 躲不过了 把头抬起来 苏总啊 你也回去啊 是啊 这么巧啊 来回都一个航班 是啊 巧啊 恭喜你啊 成功凯旋 苏总 承让 对了 那天你怎么回去的 搭了个便车 不加迪威咯 两条腿的不嫁定威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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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跟谁啊 什么不下敌位了吗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那你还一直盯着人家背影看 那你快把我眼珠子挖出来吧 挖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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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公司见了 来啦 我不是让你不用来接没准的 还是来了 我不是来接你的 我会拿我项链的 项链明天我给你带去公司 你何必搬来一趟机场呢 我人都来了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别别别别 我见到你简直是太开心了 我太激动了 我 真心 真心 真心假不假 走了 我说的是真的 姐哥 不会 谁这么不见了 去医院吧 这段时间你还会再去香港吗 应该好也再去吧 但是具体警号不知道 看公司安排了 苏浩的保释费是怎么回事啊 苏浩因为跟别人打架被关了进去 为了抢在对手公司之前 先见到他 我就只能擅自做主 送他一个盛世人情 你也知道是擅自做主 袁总知道吗 他当然知道了 袁总可比你同情哪里 他说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在别人之前抢占先机 为了效率花点钱算什么 是 他理解你 你让他去找孟威报这笔账啊 具能是我的项目 所有支出都在我这儿 你别见此不久啊 你如果不给我报销的话 那我 只能让我的小辛苦受损了 方雨宾你威胁我是不是 你掌管着我的资金 就光冲这点我哪敢威胁你啊 你不跟我商量就胡乱给人电子这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改 你好歹跟我说一声 我也能从走账的角度 帮你想想办法 你要知道像你这种为了拉客户 就替客户给钱消灾的事情 公司是不会管的 你这么聪明肯定有办法的 孟威天天就跟只老鹰一样 在我们财务部上空飞 他就专呆你这种耗子 行吧 实在不行 这笔钱我只能自己给了 这个年终分红啊 最多傻子 算了 你就是欺负我喜欢你 你就是欺负我喜欢你 你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你就是欺负我 ok 啥 你的项链 明天再拿 说出来了 怎么说出来了呢 你都不会不喜欢我呀 不会吧 几年前啊 我收购巨能公司的时候 那还是个小破IT公司啊 不过呢 它有一项核心的技术 我一看 这个前途无量 所以当时决定 把公司就买下来了 找了几个投行的朋友 搞了搞 公司上市了 现在算下来市值 也得挤一港币了吧 你也知道 这熟透的市值不愁卖 但是呢 我本身是不想卖公司的 可是您身体一直不好 放心不下 所以呢 这就把公司干净完成收购 回来看您 浩浩都没回家 出了机场就来看你了 不差这一时帮会儿的 你就是明天来 我还没死 老苏 你在说什么呢 把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就说你身体没毛病 我回来也得第一时间来看你 我放心 是啊 浩浩来看你是真心实意的 你怎么老怀疑自己的儿子呢 再这么说了 这父子感情都是第一位 哼哼 既然 这么两感情好 你为什么不请我 去你的游艇玩玩啊 是 你跟我说的这些 完全都是胡说八道 你以为我躺在这儿 就什么事不知道吗 你拿了多少钱回来 为什么是这些钱 还要我帮你说出来吗 那是邵雍他们 邵雍和 跟他们合起伙来搞我 放着一个 不管是他二世组 当董事长 换我 我也会联合别人算计 让你赶紧滚蛋 孙女怎么替外人说话呢 勤贪团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这走过弯 又走过了 就不会再走了嘛 好 跟你爸道歉 爸 这事是我做的不对 我一定深深地反省自己 好好总结 不会再出类似的事情了 据我所知 你回来之前带了一帮人 去马尔代夫玩了一圈 不是 你去马尔代是不是想看看沙滩 能不能投资上市啊 谁啊 你这 你这都什么呀 那么重 好好好 你是全是书啊 那你衣服呢 你衣服啊 搭搭搭 都在这 就这点衣服啊 对啊 全部家当 我要是小偷 我都不知道怎么偷你 一点值钱的都没有啊 最值钱的在这儿呢 这家都是生态的 值钱的 我看一眼 我看 我看哪里值钱 哪里值钱 哪里 哪里值钱 挖我耳朵 我是不是 你咋不着我 呀 别 你这样我把你洗手了 洗手 你敢 我给你能耐的 就是这个 给我放下巴菲特 巴菲特 哎呀 没有人会相对我 我得干嘛 我妈自己做鞋赛 她让我一定要交给你 前两天我太忙了 我忘了 她为了这事 她打电话骂我俩小时啊 你不是吧 这么夸张 对了 拿着 拿着 好 我妈不相信我 她不也让我再看看照片 你神经病啊 我干嘛就咸菜合照啊 你看那表现很丑的啊 谢谢阿姨的咸菜 谢谢阿姨 阿姨我是不是又好看了 好 让我完成 没有人真的那么难忘掉 我一直都在飘啊飘啊飘 飘到一个不在意的街角 行经病 没有人会想对我想想 没有人会想关心我重要 不重要 飘啊飘 飘啊飘 嗯 好 您气色不错 您是特意来江州看我的吗 找您有点事 原来 是来找我谈工作的 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敏感了 这十多年 生活得不愉快啊 你什么意思 好了好了 不要见面就吵架 你说找我什么事 我在策划一个投资公司 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您之前不是一直有个心愿 想壮大江州集团吗 光靠生产规模的加大 恐怕很难实现 只有引进更多的钱 才能加速生产 加大发展 我们江州集团需要的 不是一笔小钱 这笔钱从哪儿来 引进投资是最有效的方法 这个项目挺好的 不过你们公司 想到集团的项目 必须要做好一个方案 参与公平竞争 当然 说得倒好听 你要集团要项目 高层们多少 会给你几分薄面的 一开始我肯定是靠 苏靖这个身份拿到项目 但是我跟集团不是亲属关系 如果我不能为集团赚钱 集团分分钟可以炒掉我 对啊 钱生钱 苏靖是最拿手的 能帮江州集团找到一些钱 也是好事情 不过眼下 爸爸身体状况这样 集团内部的管理 才是重重之重 这得浩浩说在点子上了 现在集团内部的事物 这么复杂 老苏 你的身体又这样 我看你确实需要找个人 好好帮帮你 谁来啊 你 还是你 一个游说好闲 四顿公款 一个在国外待了十多年 对集团的情况一无所知 我能托付给谁啊 还是你家那群 炖着瓦红不拉水的亲戚 老苏 你这话说得难听啊 我的那些弟弟 不是勤勤恳恳在为你工作吗 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完全清楚 没关系 身在其位 必有所突兀 我必须要说的是 因为我的身体状况 一部分集团的事物 我需要交出来 爸 现在江州通讯研究了一项技术 和那个聚能的核心技术 很相似 我能帮上忙 闭嘴 我 我说那个 我先说 这个投资公司很好 我相信你的能力 谢谢 这来得早 不如来得早 不如来得早 是你说还是我说 江州通讯 是集团最重要的公司 是集团的发展的根本 集园局所在 所以要处理的问题和事情 非常的庞杂 好好 爸 就让你 担任江州通讯的代理总经理 谢谢爸爸 我找爸说的前头 要是和之前在香港和胡闹那一出 别怪我不客气 爸您放心 我一定把公司管理好 帮您多分担 你放心 我也会帮你监督好好的 这么家的苏小妹 别走这么快嘛 刚下飞机就过来了 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 我倒想请问一下 我要对什么感到失望 别以为我在爸面前装糊涂 心里就不清楚 你搞投资公司 不就是想拿到江州集团 更多的股票吗 拿到足够多的股票 顺理成章 进入董事会 参与江州集团日常的运作 集团想要扩大发展 跟上市公司和投资银行合作 这是最起码的 也不是只有我才有的特权 少给我打关枪 就是想取献救国 结果没想到爸爸把江州通讯给我了 依然要有十个大草原 才能让你心里的一万匹草泥马 策马奔腾 我倒是挺乐意看到你挑起这副重担 欲戴黄冠必成其重 不好意思撞到你了妹妹 要不要哥哥服你啊 不用 我警告你 现在大家都回江州集团了 别给我搞事情 江州集团现在不是你的 未来也不会是你的 你搞投资公司 我不想给你投资 你拿我没办法 我要是给你投资了 我就是你的老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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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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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吧 我们就下午四点 约个时间好好聊一下 好 你来香港了 专门来找你的